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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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资深教育的Lam Sir 今天会和大家看一条的物理题 这条物理题只涉及到一条公式 E等于MCWT 虽然这条题目 只用一条公式就搞定 但是也令到同学 我刚刚看它的时候 也会很合适的 先看看 E等于MCWT E等于MCWT E就是热的意思 热就是因为温度不同而传递的能量 換言之,两样物件 温度不同放在一起,就会有热传递 直到温度相同为止 当它们达到温度相同 在物理上有个名词 去描述这种状态,就是热平衡 所以大家看到热平衡 即是温度相同的意思 好,MCWT M就是质量 C就是比热容量 比热容量是什么呢? 就是提升1kg物质1度 所需要的能量 一种物质就会有一个C 不同物质的C都会不同的 大家要看回题目 才知道数量是什么 ΔT 就是温差 或者温度改变 好了,我们现在看一看题目 讲什么 题目说 0.2kg的铜片在火里面烧 烧到热平衡 然后铜片就放进去0.5kg的水里面 水温就是由20度升到44度 大家见不见有热平衡? 热平衡就是温度相同 那我一会儿就会用到的 好了,那还有呢 就是看看他给了些什么资料先 他还给了水的比热容量 铜的比热容量 好,如果深水清的同学 一看就应该看得出 他其实是讲两次的热传递 第一次是由火 传给铜的 第二次是由铜 传给水的 那 但是呢 他要找的 问题要找的温度 就是火焰的温度 但是呢 吊诡的是他给的温度 就是水的温度 就只是讲了他由20度 提升到44度 那我们如何找回火的温度呢? 水的温度就是20度提升到44度 那铜又怎样呢? 那我们记得就是 热传递 最终是会两样物质温度相同 所以铜的最终温度呢? 一定会和水一样 都是44度 至于他开始的温度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呢 切它做歪了 那由于呢 第一次热传递 完了之后 那块铜片很快就放下水 那就是 应该呢 中间的温度呢 是一样的 这块铜呢 和这块铜一模一样 所以呢 也就是Y 那火的温度呢? 都是Y 因为它烧到和它热平衡 就是烧到和它温度相同 所以都是Y 那如果我们这样写出来之后呢? 就会发现 咦? 其实呢 他要我们找了火的温度 就是这个Y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第二次的热传底 我们就可以知道Y是多少了 那呢 提一提大家 物理里面呢 有条定理呢 是很重要的 就叫做Conservation of Energy 就是能量呢 不能够被创造 或者是被消灭 只能够传递或者转换而已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铜的热流失呢 就不会去了其他地方 就只会呢 去掉水那里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 做一条等式了 就是铜的热流失 等于水的热吸收 而铜的热流失 和水的热吸收呢 因爲都是热 所以都可以用 E等于MCΔT去找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计算了 铜的热流失 它的M呢 就是0.2 C呢 题目给了 就是370 ΔT呢 就是 Y-44 那你留意呢 不是44-Y 因爲Y的温度 是高一点的 它是由热变冷的 所以Y是高一点的 Y-44 水的M呢 就是0.5kg C呢 4200 都是题目给的 ΔT 就是呢 44-20 好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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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当你计算机 按得很快 那应该呢 50400 这边 这边 就会得出呢 是 74Y 减 3256 好 再计 74Y 调过去 53656 OK 除一除 725 所以呢 最后你就会找到 Y呢 就是725 好 看看有没有这个答案先 咦 有了 那就是 A 那样呢 我们 就 用了E等于 MCWT 就找到 火焰的温度了 那今天和大家讲到这里 下次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